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均末化风猴士 一将功成万古枯 安市之乱后 河北河南都先后爆发了战争 唐朝末年又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唐王朝非但没有疏解名义 还进行了穷凶恶极的镇压 大江以南的地方也都成了战场 诗人曹松看到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写下了这首诗 诗的大意是 大片的水域江山都已经汇入了战图 百姓们只是想要打柴割草来度过生活 却成了难题 请你不要再提封侯的事情了 一个将军站起来 要有多少士兵倒下去啊 诗里的封侯知识说的是几亥年 镇海节度使高平收到了封赏 而他所谓的功绩就是在淮南一带 镇压了皇朝的起义军 杀害了很多有良知的人 几亥岁感世 唐代曹松 泽国江山入战图 生民合计 乐桥苏 平均默化封侯氏 一将功成 万古枯 历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